家里的水龙头感觉出水量明显比以前小了 然后我们怎么维修呢 首先用伴手给这个水龙头的出水嘴给它拧下来 看看出水嘴里面是不是杂质 给出水嘴堵住了 明显客户家这个出水嘴很干净 看出水嘴拧下来了 这个水龙头出水量还是很小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出水嘴给它装上去 这边不是这个出水嘴出现问题 然后我们给这个出水嘴给它装到水龙头上 水龙头的出水嘴拧好了 然后我们给水龙头关掉 进行下一步的检修 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判断看看是不是这个冷水三角阀出现了问题 导致水量比较小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工具包里面找一个小扳手 找个小扳手 给这个 这样吗 水龙头的净水软管轮母 从三角阀上拆下来 好软管拆下来我们打开脚阀看看 客户家这个脚阀明显出现问题了啊 这个脚阀出水量比较小 估计就是这个三角阀省坏或者里面堵塞导致出水量小 你看到厨房的这个冷水出水量正常啊 像这种时候呢就怎么维修呢 那个心电池水小的小小的三角阀给他拆下 换掉换一个新的三角阀应该就可以解决水龙头出水量小的问题 我们呢先要到这个业主家室外给这个水表箱的这个总杂水阀给他关掉啊 因为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水表箱的总阀 我们给他水表箱的总阀先关掉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拆三角阀 如果这个阀不关掉拆三角阀水就会喷出来啊 好总阀灌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需要在工具包里面找一个新的三角阀 等一下给客户装上 我在我包里扫一下 这个包里好像没看到啊 就有伸料袋 没看到三角阀 然后我们再在车上找另外一边 好 这边也刚好 提前背了一个全筒三角阀啊 我们就给这个三角阀给客户装上 好 我们现在呢 到洗衣衣点池这个地方来 然后给这个三角阀打开 看看现在三角阀不出水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用万能八手 给这个出水量小的三角阀 给它拆下来 先用这个万能八手卡住 然后这个角阀就拆下来了啊 它这个角阀虽然是合金的 合金的还不错 没有拆断 然后我们现在用手 给这个三角阀 给它拧下来 这个三角阀拆下来 看看果然是一个合金的三角阀啊 一般的合金三角阀才容易堵 然后我们给类似弯头里面的生鸟袋 给它稍微清理一下 然后下一步呢 给我刚刚提前在包里拿的这个三角阀 裹上28圈生鸟袋 然后再给它 装到这个类似弯头上面去啊 然后我们给这个角阀 给它拧到内丝 拧个五天 就行了 稍微紧一点 如果它拧少了 容易出现漏水情况啊 我这个是单手操作 不太方便 因为它在洗脸池下面 好 这个角阀装好了 出水口朝上 我们给角阀关掉 然后呢 那我们再到屋外 给刚刚关闭的总阀 给它打开 就是这个啊 103 好 我们现在给这个水阀 给它打开 这个准水阀打开了 然后我们到客户家 看看水能头 有没有出水 这个过线钱不是剪的啊 是我口袋掉下来的 然后我现在到洗脸池 这个地方来测试一下 看这个三角阀 水有没有变大 打开角阀 看 现在这个出水量大了吧 师傅们 看看 一般的出现水能头 出什么小 就是这个角阀问题啊 大部分都是角阀问题 好 然后我们给这个水能头的 进水软管 给它拧到 这个新装的三角阀上 然后再用扳手 给这个卢母给它拧紧 就可以了啊 油 这个上面的软管 跟着转 你看 然后跟着转 那个地方都流起来了 就会导致水流不畅 然后我们给这个软管 用手抓住 再用扳手扳一下 好像还不行 然后我们现在用 降水钱 给上面的软管 给它夹住 再给上面的楼母 给它拧紧 打开角阀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可以到上面 看看水能头的出现量 怎么样了 打开水能头 看看 这个和修的出现量 出现量 水完全不一样吧 叔叔们 好嘞 这个水能头 出现量小 就这样维修 分享完毕了 感谢大家的内心观看 请多指点 拜拜 拜拜 请多指点赞 订阅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